他们说这个世代太自我 他们说这个世代忘了沟通 他们说这个世代没有人聆听 诚实面对自己 勇敢说出你的坚持 新世代新生 一心听你述说你的新生 大家好,我是Marcus,蔡金星 来自蔡兄弟私人有限公司的经理 所以Marcus,您从事哪一行呢? 我是从事运输货柜托运 所以你就是那个运载货柜 或者是说集装箱的司机 对 蔡兄弟运输其实是你的父亲 还有大伯创立的吗? 不是,这个是我的阿公创立的 在我们这一代是第三代了 哇,第三代了 所以你们很早以前就做这个集装箱运输了 对,已经差不多有四十多年 为什么你当初愿意继承家业 做这个集装箱运输呢? 因为这个行业听起来很累耶 也不是继承的 就是当初当黄兵 我的大伯就是叫我进来帮忙送货 然后就慢慢开始接触到那种 搓运多了解这一行 你现在工作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 我的工作内容基本是安排那天工作的流程 就是分配工作给司机 还有有时如果司机请假或者兵驾 我就得下手去帮忙 载那个集装箱是吗? 对 你们都是从哪里去载到哪里呢? 一般是分两种 export或者import 如果是import就是顾客有货 从外国要寄过来新加坡 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到码头 把那个集装箱送到它的warehouse 货舱 或者另外一种就是 它有货要寄到外国 就是我们必须把空的集装箱 送到它的货舱 它装好我们再送到码头 真听起来内容还蛮简单的嘛 但是挑战在哪里呢? 挑战就是 这是一份很长时间 long working hours的工作 工作时间长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趟要很久吗? 还是很多趟? 一般上一个小时能完成的 就是一趟 比如从码头 你去到码头 把那个货柜取到顾客的地方 如果快的话 通常一个钟头就搞定了 一般我们浪费到很多时间的 就是顾客下完货 我们要把那个空桶交还到那个堆场 货柜的堆场 往往浪费很多时间的就是在排队 尤其是遇到下雨天 那个堆场的surveyor 不能survey那个桶 就是排场龙在那边浪费 两个钟头或以上的时间 所以辛苦的并不是 运载集装箱和它的货物 重点是你货载完之后 集装箱要送去一个 堆放空集装箱的地方 然后每次送去那个地方呢? 还要先检查? 它所谓的检查是 看那个桶有没有坏 顾客卸货的时候 有没有损坏 它的地板 它的墙 有没有肮脏 有没有撞坏 对 有没有撞坏 所以它才需要这个survey 有时就是浪费很多时间在排队 所以一般的话 像运载货柜的这个司机 工作时间多长呢? 要跑多少趟? 一般是至少十个钟头到十个钟头 一天可以跑几趟呢? 一般平均是六到八趟 如果快的话 手脚 没有塞车或者不用排队的话 一般八到十趟都可以的 这种行业在今天吸引得到人手吗? 很少本地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一行 为什么呢? 对我本身而言 这是其实是一份挺辛苦的工作 时间长 有时就是等的时间也长 吃饭的时间也不固定 比如你在排队 你根本都没有时间去吃饭 还有我们司机们 驾着这么大的车 还有拉着一个这么长的货柜 要找地方吃或上厕所 也是一个挑战 这都是一些挑战 对 所以你们公司菜兄弟运输底下的司机 年纪大概多大呢? 我最大的是65 最年轻的也有40多岁了 是 所以的确就真的比较难醒到 相对年轻的本地国人来参与这个行业 对 你觉得吸引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 是不是很重要呢? 是的 为什么呢? 都没有人要做啊 我们就让给别人做好了 就是有些很多公司都是请外劳 可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也是那个国大的问题 很难请到外劳 而我希望更多本地的年轻人 会愿意尝试这份行业 不要对这行业这么 偏见 偏见 对 其实这个行业不错的对吗? 还行啊 就是 是一份全职工作 全职工作 该有的 福利 福利都有啊 薪水呢会特别少吗? 不会啊 我们都是以汤数计算 你跑多少汤 计算 就像德士司机 你跑一趟收一次钱这样 一般的薪水可以到多少呢? 就是一个货柜的运输的司机的话 他的薪水可以多少呢? 如果一个司机平均可以跑八趟 再加上他的底薪 三千块以上是没问题的 所以并不是一个特别差的一个行业 但有什么条件吗? 你必须要有四号的驾驶证 physically要fit 这是一个需要消耗体力的一份工作 所以不太容易 但是还是一直在找人的 所以如果你真是想要找份工作的话呢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呢 就是来自蔡兄弟运输的 清理蔡静心 就吧 新世代新生 聆听你的故事 彼此借力 不听 seed 霸 霸